做法和做法 我们台湾四边都是海 是一个很专门的海洋国家 所以台湾的未来的发展和建设 我们无法突破海的这个环境 我们和海有很亲密的关系 但是我们一向在我们的教育里面 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府 因为中国这个很大的土地流氓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把那种大土地的概念拿来台湾 教育台湾人 一方面怕台湾人含外界接触 含外国接触 所以一直不让台湾的老百姓接近海 另外一方面他也不知道怎么经营海 对他们来说土地有记得 他不知道怎么经营 所以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海洋是很成分的 我们对海洋的了解 都有一些富民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修学 我不知道现在修学的课文 是不是还有这个课文 我们都有一个课文 你说天这么黑 风这么大 爸爸捕鱼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 像这个年纪的影响都没踏过这个文章 海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那年黑风那么头 出去 含着水 陰湿 海洋 较高 较大 台风来 很多不幸的事件 都在海来发生 所以我们以后对海 把台湾人去教育 海是一个恐怖的地方 海 要让我们的驚慌说 我们在海上 较无事 只要接近 就有无好的事件发生 但是不是这样 让我们教育之后 我们专利害的旅途 孩子要去海边出头 就跟他们回来说 说你不知道你这样去 你会死在海边吗 所以我们的孩子 包括我们自己 对海洋的了解 非常非常赚 非常非常純粹 这对我们未来台湾的建设 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因为台湾四名都是海 不管是资源 还是我们生活 所谓爱的五六 很多的事情 和海都有很大的关系 海洋应用台湾 应用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海 到有法度对台湾未来 整个做一个更正確 更优势的一个生活 今天我想 提出四个概念 与大家分享 我们对海 台湾要有什么概念 四个概念里面的第一 就是海困的问题 我们来这里受分 一直给大家 说明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台湾资源地位的尊重 我们台湾资源地位的尊重 我们如果说 和中华民国的公法不一样 我们的公法 是怎么和一些台独的前卫 说我们台湾要独立建国 台湾是台湾人的 是怎么我们说的方式不一样 是怎么我们是对 是怎么他们那些说是不对 因为我们有照国政法 有法律的基础 我们才有法度来 把台湾资源地位的尊重 说得清楚 海困 同样的意思 我们最爱今的一个书兆 最近福利宾 答应 要来度限 要来背双 要来用行划来出分 那时候去今年 开床 拍摄我们的市民 这个福利宾的军林 这个做法 是怎么 他们要接受出分 这看着海困的问题 我们有侵入 他们的经济海欲 我们有侵犯到 他们的管理 要不然 凭什么 他给我们看 给我们开心给我们打 海困 海里面 颠头的管理 主困的问题 含着上 有很大的不一样 他陆上 主困的问题 很清楚 你土地到哪里 那就是你的 古早时代就订出了 或者说 起围像 说这边就是我们这国 那边就是你们这国 很清楚 但是海 没有那么多有 那么明显的概算 在这海 占地球百分之七十的面積 百分之七十的面積 这么大 那要算什么 所以在海里面 很多地方 就变成 这下年大 在我们国家困 在我们国家困 我们算是公共宅 叫做公海 这海域到底外域要算是你的阶海 外域要算是你的经济海域 外域以后算是公海 这要怎么改定 这些概念和陆上完全不一样 我们知道陆上土地 你的土地标面的面積 不会很容易改变 但是海一天就要改变两遍 海水盗起来 有的地方就没看到 海水贴掉 有的地方又扑出来 那要由它做改参 所以海困的问题 还有包括海里面的东西 走来走去 虎子包括我们最近 刚才结束的 我们每年在东港都有一个黑尾寺 你如果黑尾 黑尾是火油性的虎类 它走来走去 有东西在这 有东西在这 这要算什么 我们与中国 相对外 台湾海峡 跟冬天的时候 都有黑尾 黑尾为南平 一直走去北平 走去日本那里生娘 生娘生娘到 又走到他 以外来住的地方 要去生娘之前 黑尾才会结贷 生娘就没有结贷 那是回头乌 因为生娘又回头 黑尾就散了 没人会来吃 要去生娘先抓到 里面有黑尾寺 那是很价格的东西 到底是受到我们的 还是受到中国的 在海里面 虎子走来走去 里面有法度有一个概算 说 走过这边就是我们的 走过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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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海是一个立体的空间 3D的空间 因为海有沉测 海底有山 也有沉河 所以海里面的 里面的概念 和陆上完全不一样 但是 我们的所有 对尾塘主管的概念 都由陆地来形成 所以海里面的主管的概念 必须要进入这种理念 基礎来发展 其实我们对海困的问题 全世界有很多 给它来讨论 讨论到现在 还有在进行当中 我们未来对台湾 这个颠海的问题 我们必须要有专门的人 专门的地色 新的地色 新的生活 来参加世界 来讨论海困的问题 我们如果没法做到这点 未来真麻烦 因为我们四边都和其他国家 相交代 四边都用海和其他国家相交代 我们要盛出我们的利益 要拼命说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管理 受到沉海 对海困 要有完全新的国际性的概念 这是为了台湾的主观 以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第二点 生态保育 我们一直觉得 生态保育是21世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觉得 很多生物很漂亮 外国没得到 很没差 他既然外在地球面上 我们就有用途把生物 留给我们的减少来看 尤其是一些国家 靠这个生态 他有一些比较漂亮的蟋子 比较漂亮的蟋子 用吸引人来观光 澳洲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蟋 澳洲有大宝礁 我们都知道 大宝礁很漂亮 很多全部同样的蟋子 也有很大只的酒班 大家去那里面 去那里玩的时候 要花很多钱 去祖传 请教练 带你去什么地方 你到处就看到 这大只的酒班 人而且大只的酒班 是让你欣赏 不像你打起来的中道 看要煮怎么 但是我们台湾 对蟋子的概念 就是 都是怎么煮得更好吃 我们包括在 坤丁这种 这么漂亮的地方 我有一次 我一个朋友 他接待 一个美国来的教授 他在全世界研究 珊瑚礁有名的教授 我朋友就带他去唱水 唱唱唱唱 他说 你台湾的珊瑚礁 在困顶唱水的时候 他做一个判断 台湾的珊瑚礁 是衰败当中的珊瑚礁 在外面 把我们朋友 煮的一个草头 原来你们的鱼都在这里 当然海山团 在团子 冰箱里面 他说你 在台湾做 生态的保佑 那保佑跟 这些鱼都放在这里 你是保佑什么 因为我们朋友 差不多 那些高雄的 学生 背的那个身份 齁 在那些草头 在困顶 在困顶 找一个 没那种东西的店 很困难 好 很怕第二个再去看 这是什么 我们一般 对生态概念 我们感觉 大这些鱼 漂亮的鱼 漂亮的椒 我们把它保留下来 我们就要 去那些外国的观光 去那些观光 澳洲 他们两千几万人 台湾 也两千几万人 但是澳洲 他们的GDP 是我们的三倍 简单说 就是说他们一个人 平平 我们都平座的人 他们一个人 贪的钱是我们的三倍 那是怎么贪的 根据这个分析 他们百分之七十的收入 都是 叫做 高附加价值的服务业 像这种 帖人来看 很漂亮的风景 帖人来看 很漂亮的椒子 很漂亮的鱼 很漂亮的鱼 很漂亮的经济 这就是他们贪钱 很重要的一个来源 台湾 台湾 我们也有这种 优势 是不是 生态保佑 就是 只为了这个木顶 我们要为了 这些漂亮的椒 水的鱼 水的风景 把它保留下来 我们有办法做观公的生理 要贪这种 更清晰的钱 不要用钢匹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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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保佑 有一个更深的意义 就是 一般 生物 对环境的 变化 欢迎的程度 不一样 我们人 更迟钝 我们人 也很聰明 不好的地方 我们会陷 譬如说 现在外面很热 我们就 发病冷气 把我们大家 冠在房子里面 感觉 生态也很好 过 这也很舒服 但是说 你就不要去外国 有落到要死 我们人的生态 会想办法去 脚落 这个环境的变化 但是很多生物不太多 我们人也很迟钝 我们已经觉得 平常有草 有草味 空气有污液 水里面 鱼死了 水变黑了 变草 水有污液 我们人已经要 等到这样 应该发现 环境有变化 但是很多生物不需要 做一个生物 环境有变化 就不可以了 所以生态保佑 一个比较沉的概念 就是说 透过这些 敏感度更高的生物 他带我们 欢迎 环境有改变 环境的改变 环境的改变 对我们人来说 我们要改变到回去 很困难 等到我们人觉得 喔 已经垃圾了 已经空气有污液了 要改变 我们要花很多钱 做一个时间 有时候 有时候 我们就回合一般来的总控 我们就住在高雄的乡亲 高雄有一条 鎮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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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中庭做市場进行 住在那个河的旁 在那裏 靠河的那裡 的湯 楼 都不在哪里 靠在那里 有地方 住在那裡 房间很多 没有人要住在那裡 靠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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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努力 現在不靠在那裡 湯都要靠在那裡 但是你看前面 變成水果有青 我在英國留學時 我去一個地方叫做 Immenase 大家可能比較不熟悉 但是大家說泥絲湖水怪 大家都知道那是什麼地方 就是你要去泥絲湖 看水怪 你先要坐火車坐到那個時候 叫做Immenase 然後我去那個時候 隔天要去山上看水怪 前一天就在Immenase 或是在石窟那裡 他們那裡有一條橋 尼師傅流下來的那個河 通過Immenase這個社區 我在那個橋面上看到 那條河的河底 青青青 地都看到 我那時候還住在高雄 有一個很大的感慨 想說當時愛河 跟Immenase 那條河這樣 有辦法從橋面上看到地 對一個社區來說 河流過這個社區 我們有辦法乾淨的河 對這個社區的一個驚慌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代表這個社區是健康的 但前進河到現在 我相信大家有經過那裡 七八糟了 因為這個費水有處理 但是他有辦法回復 影響有辦法看到地 還沒辦法 這是怎樣 因為我們把環境破壞了 然後要回復回來 以往來的情況 很困難 很困難 所以我們如果有辦法 在環境稍微改變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有問題 可以把問題摧出來 把這些問題改善 我們就不用到 我們人們已經發現 水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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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氣潮了 我們再來改變 這算可能不會有 所以生態保育 一個比較深的概念 就是透過 我們了解 在環境裡面 有多少種生物 有多少吃 這個生物的素量 和它的種類 對這個環境 是一個很重要的基標 讓我們知道 這個環境是正常的 如果我們每年看 像我們一個朋友 他做的蠔 我們知道蠔是什麼 蠔是一種化石生物 現在可能只有朋友 有而已 那蠔是古早時代 我們阿公的時代 在飼肚做那個 蠔的 它的蠔很長的 硬蠔 蠔 蠔飯蠔 蠔就是蠔的蠔 蠔蠔蠔 蠔就是蠔蠔的蠔蠔 本來台灣2008年 還有一個地方 叫寶貝 然後就發現 蠔會在那裡小小 2008年以後 我們朋友一直做這個挑戰 蠔哪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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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吹沒辦法 代表什麼 蠔在台灣 這個土地已經絕跡了 標示 代表什麼 代表 代表 蠔本來 有到生活 生團的這個環境 一定有變去 我們人看不出來 奇怪 不然怎麼好 沒有要回來 一定是改變 沒有辦法在這裡生團 所以生態保養 不是把這些東西保留下來 有價值 有經濟的價值 有觀光的價值 所以我們把它保留下來 讓我們家孫 小小的大大 還有利用這個生物 來看這個生物 不是這樣而已 生態保養 有一個比較適合的概念 就是透過生物 對環境的敏感度 替我們提早 化現 環境在改變 環境改變 我們要把環境改變 因素吹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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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夠想辦法解決 不然就覺得怪怪怪怪 到底哪裡怪的不知道 待會兒我們人 已經沒辦法大的時候 要改變 很困難 所以生態保養 因為我們四邊都是害 害的主要 但害的環境對我們來說 很重要 因為我們就住在這裡 所以 害的生態保養 代表我們有辦法 去瞭解 害的環境 到底會有改變 第三個概念 就是說 我們未來 對害的經營 開發 要有一個影響發展的觀念 其實這個觀念 不是一個新的觀念 這是很多人一直在 推薦 一直在說這個觀念 我們不能把台 地球 還是說台灣的主要 用完 什麼東西 用完 酒油 酒油在地球 面上 形成了 素量 就是那個 肯定的素量 你抽一粒起來 地球 就減一粒的 酒油 那是用完完的主要 所以你去開發 那種主要 就是早晩一天的用完 什麼叫 影響發展 用完完的主要 譬如說 像觀光 那隻酒瓣 住在那裡 你帶人 那些攝影響 攝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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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它們 我們這台用了 後來一台就沒辦法用了 我們後來一台用了 後來一台就沒了 所以這個第三點 對我們地球 還是對台灣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做聯合的開發 做聯合的發展 我們一定要有這個英俗發展的概念 放頭上 這樣來控制我們要做的事情 第四點就是國際合作 這是對台灣人來說 是一個很不簡單 要去突破的概念 我們台灣人一直覺得我們最大 我們最厲害 這讓中國人到後來 覺得我們台灣人很厲害 台灣人是不是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但是不管你多厲害 你不可能一個完成所有的事情 我就說一個 我那時候去英國留學的時候 我老師請我吃飯 第一次去他們家吃飯 在餐廳看到他們家打一張世界的地道 我去看世界的地道 我想說 我告訴老師說 你英國的世界的地道印不到 他就覺得很奇怪 我們地道是怎麼有印到 說世界的地道 我教理來說 中英東就是放中國 他說是怎樣 他說是怎麼叫中國 中國就是世界中華國 是不是 因為我們是要向教育 我們向教育的時候 他說中國是怎麼叫做中國 就是世界中華國 叫做中國 我們老師如果不要給我錢 他會給我笑笑說 好 我不然要翻問你們兩個的問題 第一 你知道什麼叫灣東嗎 遠東 Far East 對呀 遠東去掃棒賽 我們台灣就是在打遠東去掃棒賽 你說遠東 你知道中東嗎 中東常在修正 你還有一個叫做晉東 比較靠近那個當兵 我說晉東就比較少聽 這樣 遠 中 晉 以上為重心來說 遠東 中東 晉東 他說我不知道 他說在這裡 他就記英國 他說遠東 遠東 遠東是怎麼叫遠東 就是離英國上方那邊的當兵 再來中東就是中那個當兵 他誰為重心 英國 所以世界各的一國是重心 英國 第二點 你知道世界有時區 對不對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去日本 就差了一小時 你如果看世界時區 有一個零 零區 再來是加一加二加三 減一減二減三 那個零區在哪裡 格林威治 格林威治在哪裡 英國 他就不要告訴我 我平衡看 誰是世界地球中英國 英國 所以我很英雄去英國留學 去世界中英國 去留學 中國 覺得他最大的全世界 都要曹公 都要拜他 叫做天朝 那是自己想的 在清條的時候 叫我們撥一個名字帽 才會忘記去 這個國家 和 他所說的 在中國的南兵 有一個叫夜郎國 大家要聽過嗎 所以有一個生意叫夜郎自大 那個夜郎國叫做什麼 全世界 台灣這些國家最大全世界的人都要來跟他 調講 中國 某種程度是一樣 誰是世界中英國 不是中國 因為我們台灣 讓中國人通知六十幾年 說到達到 好 所以台灣人常在說 林北 有沒有 林北 怎樣怎樣 我在英國留學的時候 那時候 李政委總統 為了 抗議他們 火鍋 說 共產黨更壞 更大 更有林北 在中央 立法 我們都看中央立法 他告訴 李總統說 中共再大 有比我爸爸大嗎 我說 看了一個記憶 總統你拿你們百年金融來和中國在比什麼 中國和你們百年金融來和中國在比什麼 中國和你們百年金融來 要比大小 我回到才知道 原來他說是林北 林北是什麼 林北就是我李總統 台灣人常常說 林北 林北 這是什麼 就是我最大的 我是林北 你要聽我的 我比你更聰 我是林北 台灣人 受到這種教育之後 國際上要學習很困難 就覺得我比你更聰 林北一方面 就覺得 他知道人 或很聰明的時候 怕去用唱 去 藝南合作 研究合作 思考合作 很怕去讓整晚一樣爬去 所以都自己 沒了 自己做 在台灣的學術界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做做做做做 我一個老師 我曾經對他做 特經經驗的時候 他做一個題目 做到現在還在做 為什麼 我真正說 老師我們如果和人合作 很近度和解決問題 大人就找到他說 不行 為什麼 我們和美國人合作 美國人那麼多 他們技術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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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都弄出 如果台灣一直覺得弄出 這種的生活 你就會技術 跟國際來合作 你如果沒有跟國際合作 你就會跟中國一樣 一直以為自己最厲害 自己做得最好 不知道世界多大 我去英國留學之前 我也覺得我很厲害 我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我去留學之後 我還發現說 我的厲害 基本就是技術很好 是一個技術人員 的贊助的厲害 但是做一個科學 跟他來說 差一萬 十萬八千里 為什麼 國國所有的科學的困難 和台灣所有的科學的困難 完全不一樣 在台灣技術很重要 你要用這個機器 你要做這個分析 你就很厲害 但是國外 這是最基本的 這有技術人員去做就好 科學家 是在當腦筋去想說 做出來這個結果 有什麼意義 技術 插技術人員 來改革問題 還是委託人做就好 但是用頭腦 改革問題 這個沒辦法學 這很難分辨 好久不見 我去研究到知道 我沒那麼厲害 我愛和人合作 我有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別人也有厲害的地方 厲害和厲害合作的時候 你就不用怕 去用沸騰沸騰去 因為人們知道你厲害 你沒辦法有共現 所以國際合作 對台灣人來說 是一個很欠揮的觀念 我們怕和人合作 怕輸人 人不怕和人合作 覺得人們都不如你 我在台灣 我剛才找到一個老師 他在台灣做得很好 我說 你參加國際會議 你說 啊 他們做到表比較壞 我跟他問說 你最近做一個題目 做到這樣說 做不出來 我說 是不是有可能 我不會說 我只說 有可能他就給我動 他說 你不用說 你所想的 我完全都想過了 都這樣 我說 你不聽我講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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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沒想到 我老師也是這樣說 你不用說 你說我全部都想過了 但我就說一下 他不想過 是怎樣 說這種的公法 就是 感覺自己最厲害 台灣人必須要把這種 習慣來改變 我們跟未來來開發台灣 發展台灣的反應 我們比較不會 自己說 自己對 自己想自己對 所以 為了要完成這四個概念 我們有樂的工作的方向 第一 當然 我們要發展我們反應 法理的研究 這和我們研究台灣的法理 主管的法理 一樣重要 第二就是海洋的安全 海洋的安全 如果保護我們的市民 說去 去基礎海 不要去一些海道 土匪給我們打 以外 我們必須要 有辦法海 裡面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有辦法解救 包括普通是 無所謂的海蘭 還是說 氣候造成的海蘭 我們要有辦法 有一個蓄勢來為 為我們 市民 我們的 台灣人的安全 而且要為 為 經過台灣 這個沿海 這些五國人的安全 第三個就是 海洋主管的 發展和保護 環境的保護 這也非常重要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一個很重要的基礎 我們台灣未來 是要再加在 公園那種的環境 還是在外地 那種工業庫的環境 我們如果要加在 像公園那種環境 我們必須要對我們的環境 要做很好的保護 這個保護裡面 就堅持到 我們要利用這些主管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去破壞到我們的環境 我們現在有一些商品 會看出來 我們在開發我們台灣主管的時候 啊 先利用跟說 先換環境跟說 結果我們的環境 因為我們利用主管 比較破壞環境 第四個就是 我們的台灣三頁的發展 我們的好好的輸客 我們之前說 發展的方向是對還是不對 我們基礎的 黑尾劑 這種的三頁是對還是不對 黑尾劑每天賺很多錢 每年 因為黑尾劑 這個行銷做的 大家覺得說 近年的母親子 還沒帶媽媽去吃一個黑尾 很像不好 沒有去吃一個黑尾 很像對不到 這三頁這樣來經營 發展感到 我們台灣有很多海底的主管 我們讓它悠悠起來 這樣感到 這些環境的未來 要怎麼規範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第五點是 我們完全欠缺的一部分 就是 海洋的教育跟文化 我們剛才說 中國國民黨 這個流氓政權 在台灣的教育 就是要讓我們 拋入幾海 不要去接近海 海很恐怖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海洋教育 沒有海洋教育 沒有海洋教育 當然沒有辦法三成出文化 文化是要你對這個東西 有了解 你的意愛 你會覺得很漂亮 你會覺得這個環境 海洋和你的生命是結束好的 這樣你才有辦法在這個裡面 為你靈魂裡面 發展出一些 含白的國家不一樣的文化出來 我們台灣 大家常常說 我們哈日 我們哈寒 哈寒哈日 結果是什麼 沒有台灣的文化 看到台灣人哪在日本人 因為你穿插 和那個 那個 那個牆行和日本 那些新宿 那些一樣 人家說 台灣的文化是什麼 台灣四邊都是海 我們有很大的優勢 可以發展我們 極視台灣的文化 結果我們都沒有 我們所看到的 收翁準 這可能是台灣的文化 有人一直給我建議說 這收翁準 真的是很壞的一種習俗 但是就有很多人 覺得這樣好了 這樣覺得有一個駕頭 這樣覺得說 對身邊有一個交代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 海洋的文化 收翁準的時候 就有很多團隊 說這順氣 要花很多錢 把那些順子做起來 送到海底 把它收掉 那些順不少錢 那不是說一人萬塊的東西 這樣就把它收掉 代表意義是什麼 很多外國人也說 這是台灣特殊的方式 把全收掉 在海裡面收掉 代表說 這些東西要送給人 這是我們海洋文化 但是你覺得這個文化 在我們全世界文化的改善裡面 是算更高的 是比較高級的 是有人覺得說 人類更進步的文化 還是更濃郁的文化 是濃郁的民族 你做的工作 還是更進步 人們有經過一些改變 俗客 形成的文化 我們簡單說 我們有看日本 日本很多的馬子裡 就是什麼什麼字 什麼什麼字 你看他們什麼什麼字 的時候 人們去參加 結果 那個過程 結束後 那香港人 什麼台灣 會有聯繫 什麼字 寶貝 settlement 媽祖出орт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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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塊 那種 好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 好可愛的媽祖 還是覺得 換夏 unsafe 這樣這事情還要快結束 如果你會覺得這個事情看起來厚濁 思考覺得漏濁 看起來也沒有一個讓人覺得 心有那麼病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就要思考 我們這種文化 我們這種習慣 其實在世界來看 是一個比較濃厚的民族會去做的工作 同樣我們可以跟媽祖生 可以跟媽祖 但是日本也有這種驚心名 他也有這種 但是人家在日本做出來 我們會覺得看起來很清潔 人家穿的學衆 人家穿的學衆 穿的學衆 穿的經濟 很清潔 和我們這些 都一些年輕人這樣看起來 都沒有一個比較正常的形式 來這裡做這些活動 這就是文化 文化有沒有不同的贊助 有比較元素的文化 有比較進步的文化 我們對台灣 我們的文化 一直覺得和中國有關聯 因為當初過來 我們很多方向 和中國有的也有關聯 我們要怎麼發展出我們台灣 特殊的文化 讓外國來看 這是一個進步的民族 進步的國家 我們要來為海洋 來發展我們的優點 我們以前對海洋沒有了解 所以我們對海洋 所産性的文化 完全一片的抗爭 這是我們未來台灣要努力的地方 第六點就是科學研究 這科學研究對台灣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比較重要的記者 我們台灣有很多世界性 重要 有優美的康復的問題 在我們台灣都有 這是特殊的台灣和英雄的特權 我們要把這些優美 或是重要的問題來解決 我們必須要和國際的合作 我們要引進國際的主委 我們簡單說 我們要研究海 研究海在國外很多大堆的研究 我們台灣現在要用一台大堆的研究 你知道那些研究 像氣泡要花多少錢 我們在家庭那裡有一個叫海科中心 這個海科中心 因為我有學弟在那裡 他告訴我 我聽到那裡有什麼婚禮 海科中心第一輪的主任 他一世人做教授的希望 就是要有一個研究準 要有一個叫海底機器人 一個潛水艇這樣 用遙控的 在那裡有腳 用夾東西起來 而且不是玩具大隻的 沙拉館 那麼大隻的 一個海底研究的機器 他一世人做教授 不可能有辦法透過他的研究去買實際 他還會去做海科中心的主任 因為他將而不是國家的醫生 他說要用海科中心 那些國家心想說 這是多重要多重要 因為他的管理 他的支部 剛才買 買一個海底機器人 買海底機器人不可能在沙拉館 那麼大隻的東西 所以要一隻大隻的作用 跟載在外海做研究 為了這個東西 就要去做一隻 我們台灣最大的海融研究 要這隻作用好之後 海人說 壞了 那個機器人喔 那時候也想到那些機器人的寸照 沒有 你想到機器人去海前 要放在海底 不知道怎麼會彈下去呢 你要有一個吊欄 要有鋼索 那鋼索要放多親 鋼索要多長 那個鋼索要10斤 不知道重量的問題 他那時候考慮說 豪假版要多大 要放那個 他沒有考慮說 要把那個東西吊下去 那個鋼納要放倒 好啊 鋼索要做好了 那個東西吊下去 我鋼納要放倒 鋼納總不能放鋼索 因為那東西 那麼重的東西 沒有放浪板 鋼索一隻那麼大隻 那麼大聲的東西 東西放在海底 在這裡吊 鋼索好好了 鋼索做好的人 一鋼索 又不可能這個多長 這個東西 要放在所有相關的東西 結果鋼索放在鋼索上 哇 這樣要怎樣 我們有需要這種的研究 我們要研究海洋 有需要我們自己直接鋼索 我們的這種概念 就是一直覺得 我們每個人都要自己來 那些鋼索在那裡 一個人要花百多萬 不在一起 要花百多萬 我們是在起笑嗎 台灣不是很有錢 雖然說我們未來很有錢 但有錢也沒人這樣花 我們跟國際合作 我們拿出好的題目 國際 美國很多海洋研究 看多大錢也有 看多大 看多錢 機器也有 我們其實 要透過國際合作 來做我們海洋研究 海洋研究不是說 我們有一間實驗室 就這樣做 海洋研究 通常建設天文地理 氣候 所以 美國的海洋研究 它所建設 包括南極 北極 氣象 都是一貫的 為什麼 因為海洋研究 百分之七十的民族 它影響全地球 所有的事情 這年複雜的東西 你怎麼可能自己都做 因為你是美國 所以台灣有很多特殊 我們想要了解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透過國際合作 來做我們海洋研究 不然 我們都開圓方式 過來我想要跟大家介紹 我們台灣的海洋環境 我們在 古早時代 看的台灣 和現在由維持看的 差不多 我們很清楚 但是我們如果 較近看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現在的台灣其實 變很多 我們如果開車去山 出頭 經常會看到這種 這是什麼 吐石流 尤其是這段時間 夏天 海風節來 哇 算得棒 為什麼變成這樣 映春不停這樣 海 最流出的地方 海靠 海靠正常 本來就是流 因為山民上 我們這個 開樓 流來到海靠 會很多山 很多營養分 所以會在海靠 這裡形成很營養的地方 藻類在這裡發 所以一般我們海靠 都是在養蠻 養蠻 養蠻的地方 因為那些很營養 水本來就是 蠻 蠻不是蠻的 水蠻不是變紅的 水蠻不是變紅的 奇奇怪怪的色 這奇奇怪的色 變蠻 這怎麼來 蠻黏來 所以我們台灣的 蠻跟山 其實已經很嚴重 很嚴重的汙染了 那是怎麼變成這樣 中原有兩個 沒辦法撩開 原因 我們人造成的 我們人造成 加上天然的力量 讓台灣已經和英雄 改變很多 我們台灣有幾個 我們來為台灣寫一天 大概我們所說的 這些生態的環境 你都看得到 譬如說 濕地 就是說 四湖那種地方 七谷四湖那種地方 那種地方因為 水 放樓到這裡 會直接動 所以營養分 會停在這裡 這裡會很營養 很營養就有東西 東西吃 魚子就跑來這裡 所以這裡有很多 養殖 或是說天然去那裡 很多東西 有辦法在這裡抓到 河口 我們剛才說的 出去就是海了 但是 海水和河水 茄水 交換的這個地方 因為營養不動 而且在山裡面 沿路大來營養 到河口的地方 會讓這些藻類 很多的營養在這裡繁殖 所以一般都在這裡 吃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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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台灣本來 河口的地方常常有這種東西 這種行業在做 越來越少 台灣存不高的地方 存檔酒 保地這個地方 比較常要養 但是你像 高雄 很多地方都不會養蝦 在高雄 二人溪的客戶 本來養蝦 養蝦變成立食 為什麼 不是新的品種 是因為 鎮金色 鎮銅 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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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新生地一直出來 水流得快 水都流了 流流流 流流流 我們的土地越來越少 所以那個地方必須要放肉臟 把那個水倒掉 別有那個流 這個酒頭天然的海花 天然的海花在這裡過度很寂 所以在這裡另外一種的生態會在這裡形成 在我們的當兵 去某某方 就能看到這種沈海大洋的生物 像海洋 還是說海豚 這些魚一般來說 都是關上的 我們看 從哪裡看到海洋在那裡噴水 很記憶 我們一世人可能很少看到 海來噴 有大隻的生物在這裡噴水 這是觀光的一個很大的賣點 在外國 我在波士頓去坐波士頓 那個水族館的鑽出來 你看海洋噴水 看它爬起來 噴下去 喔 這麼大隻 這麼好看 要坐多久 坐到鑽到達角又要爬不起來 看到那個地方看 坐頭鑽到達角又要爬 坐頭鑽到達角又要爬 在臺灣不用出於某某方 在花蓮的沙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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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海洋 另外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這種 這種的不是專有名詞 這是我比較好的 因為 因為這裡有溫座 一般在世界有這種溫座的生態 海底都像四五千公車的海底 還有這種生態 那個地方四五千公車就在頭找不到 所以人家說奇怪 沒有在頭 那地方怎麼會有生物 因為地球生物 靈靈的來源 一定要在頭 你如果沒有在頭就沒有在頭 就沒有開始有食物 來提供這些生物來吃 四五千公車會比較沒有在頭 它怎麼會就住這些生物 而且離開一點 離開這個溫座的口 好 反正就沒有生物 它這麼生物的來源 感覺原來這裡有一種細菌 它會吃這個溫座 溫座是硫磺 是硫磺泉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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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硫磺來做食物 來發展這些食物鏈 在台灣 有一個地方 在我們東北平 叫做骨酸 骨酸 骨酸 你會說 噢 沙漠經常會生的 就是這個 這是骨酸的一個很特色的地方 我們在白毛 白毛 這是什麼 溫座 但是我們骨酸的溫座 最輕就是二十公車 二十公車 我們剛才看到五千公車 四千公車 就不一樣的故事了 二十公車在頭上就對了 我們來看海底 一步一路 這溫座噴出來 這黃黃的就是流氓 黃色的 這是硫磺 像硫磺 硫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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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什麼 變成硫磺 變成硫磺 所以他在這裡 這個有我朋友 鄭明修教授在這裡 他在這裡 在做研究的時候 在這裡做出台灣 可能是第一次 關於生物方面的研究 在上面世界第一流的基坑 叫做Nature 在上面讓全世界了解 台灣有這麼多基坑的生態環境 世界其他所在無 生物競然用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剛才說 那四五千公車的溫泉 讓人家了解說 我們來有種細菌 細菌來利用流氓 要做食物 一個一個把食物連 建立片 那一家呢 本來也就是說 可能是細菌 但是 他在做研究的時候 他在這個靠在這裡 切到的溫度是百幾度 這些生度 四點幾和粗一樣 在那個靠 我們現在看 它收來收去的 有這種靠 也只有這種而已 這種全世界 就是台灣的特有種 就是台灣有而已 世界沒有這種靠 在這種靠 你注意看它的靠 它這個靠 不是看這裡 這沒去靠 大家都差不多這個型 但這個靠 靠不一樣 如果在在某間的 現在腳都是人家背 大的大肌的腳 家背用什麼 家背向一臉 家背用的 家背向一臉 不管是要使用事物 手臍 手臂 手臍 它會對方比較厚 所以家背向的腳 現在來說非常重要 性准對非常重要 但是你看看這個腳 你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你覺得想 在吃飯的時候 那個腳是白 看起來怎麼騙錢 老虎錢 它腳不是那麼甲刀 是那麼甲子 你知道嗎 是白 這很奇怪 腳生成這種 政教授在研究 早期的時候 他經常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這個噴出的腰 常常天上的瀑布 水底的瀑布 瀑布 噴出之後 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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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麼灰塵 一點點 他把東西收回 在生為陣的地方看 瀑布一點點 就是洗這些魚 一些瀑布 浮游生物 這些浮游生物 是怎麼變白白 大家如果去菜市場買的瀑布 你就有那種經驗 青的 還沒煮的瀑布 在什麼 透明的 透明的 在水底看去看不到 尤其是小時候看不到 但主食會變什麼 那瀑布 都變白的 噴出來就是吃飯了 把這些 他們都吃飽 把這些浮游生物 煮食 滾下去 讓這些雞肉 在這裡 在這裡吃 所以在這裡 因為 古山島的面頂 古山島是黑草 老國的地方 黑草味刺到 老很多營養的東西 所以沿路 很多浮游生物 在這裡 升順 上來 這個瀑布 很燙 又很痠 就把這些浮游生物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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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躲在這裡 有什麼好處 吃 很豐富 牠不可以吃 不可以像家庭一樣 像家庭一樣 像家庭一樣 因為這裡太好賺 吃了 東西很多 你吃了什麼 像我們中島吃飯 煮菜 你不能夾到家庭去煮菜 如果說中島夾到家庭 給你煮菜 大家就像屁屁面 煮不起來 煮就回去 煮就回去 所以牠的腳比手 發展出什麼 跟我們中島煮菜 那夾的一樣 煮 在這裡很好賺 牠吃了什麼 我朋友是把這個芝麻 購名的教授 牠特別給我告訴你 這張商品 讓你去用 但是你要替我做一件事 你要跟聽眾說 這隻芝麻在網路上 大家在談說 這隻芝麻是煮不死的芝麻 因為為什麼 在我們床旁邊 大家叫我 是用芝麻住在這裡 沒有啦 芝麻住在這裡 所以網路上 把這個購一個通修的名字 叫做 煮不死的螃蟹 牠有告訴我 要給大家交代 這隻資料的死 為什麼在這裡 這隻芝麻在這裡 牠只要有一項 要咎比一項的條件 就是牠都比較耐爽一點 牠主的生意都差不多八 八點幾 在這裡 差不多已經六 六所有 所以這些生物在這裡 有得失的工夫 要住在比較爽的地方 但是有比較爽的 不怕爽的這個能力 但是真的很好賺吃 所以這個生物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我們生物要發展的時候 我們在找一個地方 競爭最少 大家都吃飯 你就不要吃飯 我們吃胖 大家都吃胖 你不然就吃燕麥粥 你要不要吃一樣 你就要不要唱 所以生物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他就會發展說 我不要讓人住一樣的地方 不要讓人吃一樣的東西 我就發展我的族群出來 在這裡就是因為 這裡有這個特殊的環境 要不關時 三不五時 就煮食 讓你吃飯的 這麼好的地方 所以有生物 發展的東西 走來這裡 在這裡變成一個生態 這是第九中 第一次 在溫泉的生態系統裡面 拿出這種完全不一樣 在這裡新的這種生活 生存的模式 讓世界了解 喔 台灣這麼多處理 有這種東西 台灣才有 台灣沒有 有這種機殼的東西 還有很多 有在等待 我們大家來開發 所以這是第一次 讓世界把這個金牌說 喔 台灣 我們竟然有一個 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這麼多處理 在口號的面上 這麼多機殼 大家都不知道 再來 這個叫做 珊瑚生態系統 珊瑚對台灣來說 在坤町 在力道 在南蘇 我的研究的 全長也是在研究這個 這個 你看看這個 一隻一隻的 那是和酒頭一樣的鋼 你看它在那裡 一隻一隻一隻 那小隻魚生出來 都在裡面 所以 所以在珊瑚礁裡面 是很好的生態的地方 那小隻魚 大隻魚都吃不到 它都在裡面 但如果它比較厚 比較厚 比較厚 它比較出來 所以在珊瑚礁區 喔 很多地方的湯匙 在那裡 很好的生態 而且 那些食物也很多 這些 珊瑚礁 在全地球來說 面積不太大 但是它的生物很多 已經知道的 十萬種以上 但是 不知道有八百幾萬種 大家一定很放棄說 記得不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有那麼多 這是用 推算的 我最近 有一個研究 就是力度 在做一種 海謎 海謎之前 人家看過 人家沒有專家 告訴你 你這個海謎 你會不會覺得 那是什麼東西 你覺得嘔嘔一大 那也是什麼東西 一大一大 造成 從我們珊瑚的危害時 去研究 還發現說 海謎又生這行 補梯梯梯 差不多 零點一公分 到零點二公分 那麼高 那就是 它什麼行 就把它保存 保鮮膜 把那個珊瑚 包掉 珊瑚就死去 但是 那是種成分 那不是 那是種海謎 像那不是專家 你就不知道 這是一種新的生物 所以這是用推算的 大概有八百萬到九百萬的生物 我們目前 沒有辦法知道 它叫做 什麼生物 專家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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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 在靠珊瑚礁 吃穿的 我們說 最大的就是 大寶礁 給澳洲賺很多錢 全世界 有兩個地方 它的珊瑚礁 奇異度 就是說 有多少種珊瑚 兩個地方 最多 一個就是大寶礁 一個就是我們台灣 在檀南媽 很多地方 我們要去投 柏流 那些 度假勝地 因为有的珊瑚也没有那么多 全世界的两个地方就是台湾和大宝礁 有同样很多种 整百种的珊瑚在这里 所以澳洲也很多专家走来我们这里研究 美国也很多专家走来我们这里研究台湾的珊瑚 因为珊瑚对地球很重要 什么重要 我们都知道乐待雨林 乐待雨林是地球来说 它的重要性就是地球的蜜 它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套过光合作用 它的乐待雨林那些地物 把那些二氧化碳吸收掉 海底在热带这里的 海底这些珊瑚 你看看这有色的 这白白的不是 这白白的像一张 它那珊瑚的组织 没色 没色就是没藻类 你有看有色的 褐色的 都是藻类 那藻类是挖在珊瑚的细胞里面 所以它也是动物 它也是地物 它也是动物 所以它会吃东西 它有时也有地物 因为它里面有米这种光合作用的细胞 所以它有珊瑚的地方 它也有吸收很多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有减轻我们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减轻温室效应 所以这个珊瑚在世界来说 尤其现在全球环境面越来越热 我们说每年 今年的台北 又打起来越热 越来越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很大的来源就是二氧化碳 一氧化碳 在空气中在这里 把我们地球的辐射热 冻掉的木头背出来 所以珊瑚的重要性 对我们全球的气候来说 它和乐待与人同样的重要 我们台湾四边都是海 我们要了解海现在的危机是什么 全世界海洋都有这四个危机 第一就是虎子猜太多 第二就是这么大地方去破海 第三就是人为它所造成的 环境的黑暗让这些生物不太大 第四点就是我们直接感觉的发展 让我们的地球气候完全改变去 冬天很热 冬天在下来 冬天在下来不是红纵旧命难 有冤情在下来 就是不管是用东要开火 没有用东开火前把你开火 这就是因为专球气候的变成 地球已经和我们祖先在那儿 住的环境很不一样 这是要怎么解决 我们常常来说 第二就是虎子猜太多 虎子猜太多就是我们人很聪明 猜虎的方法一直进步一直进步 这是什么 这叫大型围王 这大型围王就是对那个回游性鱼类 回游性都有整天的 一天都要整天都要整天都吃 这样在想 他用一个蚊子 把这天都用一个蚊子抠起来 全部抠在这里 古早时代你猜虎是用蚊子在叫虎子 就是说蚊子要开鼻 蚊子收得比较快 两只蚊子抠一条环子 双脱 也有单脱就一只蚊子拖一条环子 拖一条环子去叫虎子 把虎子拖在那里面 一直够一直够 而且你要知道蚊子在哪儿 古早时去猜虎子的状态 他必须要有经验 要知道蚊子会拖到什么地方 看水色 看天气 看海角 他才知道蚊子在哪儿 蚊子在水深 水深 水深的地方 蚊子要放多深 枯的蚊子 因为海是三滴的 所以说蚊子这些蚊子你放下去 你如果吹都放不着 同样猜虎 所以必须要有很多的经验 现在虎子的状态 不用 现在有鱼探机 我打下去蚊子多少吃 在寂寻 风向 速度 完全知道 就这样 蚊子现在 也很少在团房 团房都在团房 都在团房 都在团房的 海底 现在回合性扑在水面 都有这种大型围王 大型围王就是 一只小时去帮他扑他 生了一人 他的母船在这里 生了一人这些蚊子都靠在里面 华尖家再发起来 这一条章也 нимð好 Young 把弓一样慢慢收收双ões 变束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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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变变变 acept sol 沒有直接走過去 你看這樣捏 一次把一針 全部把它靠起來 這樣 這種捏法 我們有多少魚可以這樣捏 我們來看英雄魚捏的 你看這是九斑 差不多半人大 我們現在都在海山尖土前看的 都沒有到一丑 英雄釣到的雞魚 你看要兩人館 現在就對了 這2012年魚沒上屁 你看英雄釣了很多種 現在這麼有魚味 所以有一個結論 就是說 我們過去飼的魚都很大隻 素量很多 精類也很多 這麼多種 但是現在都小吃 而且不一樣的機會越來越少 對魚利用的概念 我們剛才說 我們澳洲都把大隻酒瓣 當作模特兒 帶人去那裡欣賞 欣賞那隻魚還在那裡走來走去 我們台灣都把酒瓣捏起來 看是要煮湯 還是要煎 還是要滷 我們對魚的作法 都想要怎麼吃 其實我們要對魚 海洋裡面這些生物 要把它當作 像梅花鹿 北極熊 我們現在有說 打北極熊來做午餐的 來做食物人 沒有 因為什麼 我們都把人家說 那是叫做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 它本來就有那個管理 外地收來走去 我們要尊重於生我的管理 生存的管理 我們要尊重於生存的管理 要說 我們要吃的要怎樣 我們要吃的 因為我們要吃的 我們知道我們的消耗量有多少 我們用透過用俗的方式 來有價位來吃 我們要吃的素量這樣就可以 這樣有一個課點就是說 我們可以吃的魚的種類比較少 所以我們朋友他在做生態保養的 他跟我說 他都沒有要吃海裡面的魚 要吃什麼 吃的三個魚 五粿魚 這種吃的魚 所以未來 如果我們要找到這些魚來當作食物 來補充我們的蛋白質 我們用途用吃的 不是去吃的魚 吃的魚常常會出這種事情 譬如說 去年有一次抓著這種大白衣 抓著大白衣 那個純粹說 你知道嗎 我抓到這一隻 我做多少的公益 不過這隻大白衣 你害怕死人 這都是去給電影騙他 大白衣一向他活動的區域 都不是人活動的區域 電影打到他那裡有靈性 知道人在哪裡感覺 其實大白衣不是這種生物 因為透過這種錯誤的酸團 讓人看到大白衣 說這給他泡屎 泡屎是做好事 其實他在那裡也沒有在講 這個大白衣 它本來是一個很清潔的海洋 會在那裡生存 這種很少 泡屎一隻就減一隻 而且要大到很大隻 要很久的時間 要給他泡屎 我們錯過的觀念 對海洋的經驗來說 是非常大的傷害 我們剛才說的黑尾痣也是一樣 黑尾痣 多了一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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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五塊 要用最多的行為來處理黑尾 黑尾就這樣給我們吃了 那開始的時候 還餵萬幾隻 這都算幾百隻 所以兩千塊四十二 四十八年已經算出來了 如果我們現在繼續吃餵的方式 到兩千塊四十八年沒有魚湯吃 這已經科學 科學跟通編方式已經給你算出來了 再來我們說 漆地的破壞 這是台灣尤其是點中 台灣這個流氓政權 和財團糾結 財團他也要賺錢 這欺負沒魚 他就去百欺負 這把你捕了 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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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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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十幾公里有我們臺灣很特殊的珊瑚 它現在開始在這裡經營下去 這個珊瑚我幫你保證它絕對會死去 人在這裡打 二十幾公里很穿的 人在這裡打 一在吞 雜盤會死去 我們臺灣 台東這個地方有 就不去了 所以生臺七地的問題對我們臺灣 無法用另外一個新的政權 新的概念 放在這裡的財團 錢開下去 它要在這裡起房子 要在這裡起飯店 隨著他們臺灣渣完 吞吞海 吞吞海這個人要怎樣 它沒差 錢賺到 它去找另外一個地方 它不去國外 咧 咧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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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賺到去外國大 不是大家有辦法的 所以未來我們是怎樣 這麼積極 要把臺灣這個政權改變 不然為了台灣人一般的生活 為了怕怕損損 損損 損損的這個生臺環境 我們也是一樣在打招 我剛才說 沒政客觀念像這邊 這是一種我的酒頭 這酒頭是一種藻類 這個藻類會把海水裡面蓋 讓骨頭這樣連結起來 所以它是一頂一頂挖起來 它這個絲料後 你看碟的絲料都變浮去 風吹的就沒去 水沖的就沒去 不是 它這種藻類 絲料後原材在那裡 所以這是挖的絲頭 它會一盞一盞一直重大起來 海水再倒 它就沖到倒 這裡是什麼 通管政府為了保護海海 就蓋酒籃了 因為這個藻類是壞的 它要繳立頭 沒繳立頭 它沒有光合作用 它死 酒籃它蓋起來就死了 全世界無貴的地方 這種藻類不是基卡 這種藻類要整片變成一個藻礁 變成酒頭 是很基卡的事情 我們台灣真不容易 在這個地方有世界這麼基卡的生態環境 叫蓋酒籃就蓋死了 未來變成化石 同樣說 我們英雄有這個 不然會讓我們驚訝看 當然鋼蝶 這些破海也很嚴重 所以這是在南灣 河電廠在這裡 河電廠 河山廠在這裡 現在已經改變很多 這是古早時代南灣這麼漂亮的經營 這是現在只要漏後 稍微漏後 水就變成這樣 海洋的汙染這麼嚴重 我們會覺得 喔 海這麼多 本屬都蓋了 但它就流去 沒看了 百分之七十個面積 聽到讓我們蓋多少世代 幾萬代 可能都蓋不完 那麼蓋不完 我們蓋下去海底這些本屬 因為海有洋流 洋流在做的時候就是 因為地球不是定在那裡 地球在生 所以我們有二十四點鐘 地球在生 那麼大顆的球 你會生冷凍 面上的水呢 面上的水會對於你生的冷凍 水在冷凍 水在冷凍 冷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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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球有兩個太平洋有兩個很大的環流 就是因為地球你生的 水對我們人家弄到土地 都在那裡蓋滾 在那裡蓋滾 它會把我們蓋下去的本屬 都在空空 變成海太平洋民頂 尾聲看得到的 兩個很大的本屬頂 所以本屬頂呢 沾到差不多十公尺 都還沒消化掉 這些東西會透過十年 最後的跑到哪裡 跑到我們的肚子底 你說不會啦 我沒話說 我沒話說 已經吃了本屬 我會去吃這種魚 但是你所說的是看得到的 看不到了 它因為在水底的東西 重金屬 輻射線 我們去年 日本的311地當 那個輔導 黑丁唱 那個水流出來 流出來之後 那個核廢料 因為在海水裡面 後來你看 老公 戳不戳對不對 戳不戳 不戳不戳 戳不戳 戳不戳 它透過生物的理石 慢慢為世家 為浮游生物 一直追著追著 到後來 在你吃到的 雞魚 鮪魚 你吃得到 我做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 南半球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類都住在北半球 所以那時候要核子蛋四豹 原子蛋四豹 都走去南半球 找一個沒人的道在那裡 想說那裡在我們太陽的對不對 我們都住在北半球 南半球給你放 放了之後對我們的影響最小 結果呢 放了那些輻射層 它透過整個地球的空氣流通 會走去北半球 它流下去海底這些輻射層 因為海水之後 它會慢慢慢慢在大隻魚 會讓你看到 所以我記得我做學生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老師在研究這個 在我們釣到大隻魚 我發現到那個南半球 輻射核爆的核種 因為核爆什麼圓主堂 成文是什麼 堂出來之後 它的核種會固定 我們指紋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 現在二三一一還吃筋 差不多過五年 你慢慢你去吃 沙士米 你最後帶輻射偵測器 去擠看看 看它的擠嗎 它的擠就不吃了 為什麼 經過五年 以上 它慢慢累積 會累積到大隻魚的心上 其實我們現在大隻魚 種金屬的類似 是很普遍的一個現象 有檢查 但是都沒有公佈 我有一個老師 他就是 全部負責檢查這個 他告訴我 我跟你說 你去外面 不能亂說 他說給大家怕事 他說你千萬不要去吃魚腐 魚腐你們知道嗎 魚腐就是把雞魚塑給它 雞魚塑給它 魚肉裡面有百分之八十 七八十的水 它塑給它 所以它濃縮多少 五倍 它切肉去刷到那個 冬金屬 已經要跟我們飛險的概算 有的已經超過了 你再濃縮五倍 而且我們吃魚腐 我們才會吃 一點點 沙士米 貴貴了對不對 我們都欠不欠吃 但是魚腐 牠也說牠很多 對吧 尤其叫小孩吃 小孩 驕眉給吃魚腐 我現在大家建議 魚腐是很高 貴貫性的一種事物 因為頭髮生物的濃縮 這些重金屬 在這些大隻魚裡面 已經很高 而且你濃縮五倍變魚腐 讓小孩吃 小孩剛才在發力 你給吃這個 他們會變弄去 所以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我們的 等下海水的東西 垃圾的東西 它將去 它透過國中的形勢 走來我們的北斗地 所以我們不能在黑白斗 我們不能說 等下我們沒有空的水流去 流去北斗 我們那個311地震 準 還有車 全流流流 從日本流到北米去 你看 你說 你說 我們在日本方 運動沒什麼事 後那個沒什麼事 我們 生物在這個 環境裡面 受到很大的危險 我們以後所看到的 現在很多都沒有 這條線 本來就是我們剛才說 那浩 在大的地方 現在 都沒有 都沒有 本來是這條紅線 都可以看到浩 起來這麼生 現在都沒有 但是之前 說要去 在這裡 藏兵工業區 要去一個 新的 這個 酒油的 連嘴槍 那個 那個 生五的 那個 我沒有生年 他是台灣人 那個 冠冠的 他說 白海豚 會來這裡 你們在那裡看他說 因為白海豚 你不可以在這裡洗澡 白海豚就不是說 他看你在這裡洗澡 他的舌頭 去旁邊大 這樣 那樣 那些人 那就是 公平 公慣 但是 法庭 他靠他 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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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海豚 他會不會來這裡 因為洗澡 那裡 像我們在七谷 這國 那裡 我們每年都有黑面皮露來 黑面皮露來 對我們台灣來說 是世界激情 因為西伯利 飛飛飛飛來台灣 全世界 他飛來過程當中 會經過韓國 但他沒有聽到韓國了 他剛聽到台灣 他剛聽到台灣的七谷 你這七谷 是固定那裡的區域 所以 你要去七谷 有一個地方 可以看到 黑面皮露 跟那個地方 看著白面皮露 看著白面皮露 看著藍面皮露 看著藍面皮露 沒有耶 生物就有這種記憶 有這種慣性 他會來到那裡 那時候要開發七谷 沒關係 我們這裡來開發 叫黑面皮露 你伯爽 伯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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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時候就不會來了 生物 不是像我們人說 我們參選一下 這裡 我要用 伯爽 伯爽 他沒辦法 他沒辦法 他看著白面皮露 他就不會來了 所以 這對我們來說 我們必須要 有專業的地績 跟不像沒有地績 的 麥克風說 他會轉彎 怎麼轉彎 第四點 我們來說 專業的 企業的變遷 我們 用這張 土 來做一個結束 我們地球 越來越熱 我們也知道 越來越熱 我們也知道 越來越熱的原因 但是 我們已經知道 原因了 這是一個 美國人 所謂的 漫畫 他提前 我們說什麼 火 這個全球軟化 這個火 已經倒到這樣 我們現在 要來打這個火 這趟 這麼小趟 我們的能力 有辦法把這個火打掉 我們地球 越來越熱的原因 在哪裡 越來越熱的原因 越來越熱的原因 不是 在頭越來越大 是因為 海水 其實 如果我們去擦 肉上的溫度 和 100年前 沒有什麼變化 但是海水的溫度 越來越高 如果有化學 就知道 比熱的事情 就說 你要升高 溫度升高 你要加多少 溫度 涼涼涼涼 它可以升高 比熱越高 不低 你要把它升高 你要加越多 冷量 它可以升高 一樣 你升高 之後 你要把它拿高 比熱越高 要拿高 也越困難 海水的比熱 比空氣比熱很多 所以海水 你温度怕高 的時候 怕高 你要看高 很困難 我們今天這趴火 已經燙到很大趴 我们现在努力 说减少二氧化的排放量 正常有办法把这部门打发 打不发 整个生物你看到看不到 一直在改变地球的惊讶 别忘的这条路 所以这是我们住在这里 现在是要沉沉思考的 我们未来台湾是世界地球村的一部分 我们在共同来替这个地球的环境 气候来努力 今天时间差不多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各位好玩请起立